我印象中它的板子滑的很徹底 那個徹底是你沒辦法想像的 哇 第三天 我剛剛完全都沒有錄影 還好這裡放一支360 這個縮千很猛 那綠布又長這個樣子 他算是破紀錄了 我就演我們與二的距離那一位 你只要不用他 他沒多久他就壞掉 有可能因為你去工作 這些理想文報復就沒了 好早安 8點40分 我今天打算來做那個法式吐司 沾蛋的那種 先準備一個盒子 然後把蛋打進去 加點檸檬奶 麵包打算用兩片 然後像這種吐司如果一天吃不完就冰冰箱 就可以放很久 那如果冰個幾天你發現 還沒吃完你可以移到冷凍 那下次要吃就直接進口箱 我們把它剪一下 這瓦斯很妙 用很久了 用了一年多 還有 你看火還這麼大 還有一桶瓦斯還四百多用一年 看來蛋汁是夠 我們先下這六片 好 這六個 下去了 這來說應該可以再加糖 但是我這邊沒有糖 喔很香耶 很香 照理說要有蜂糖 蜂糖或者是蜂蜜 這都好想到那個 我們每次去買蘿蔔糕 我們都會跟他講說 我要蘿蔔糕淋蛋 就類似這種概念 有那個蘿蔔糕淋蛋的感覺 我先來泡咖啡 煮菜好了 現在來泡咖啡 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剛剛 完全都沒有錄影 還好這裡放一支360 好 泡咖啡 肯雅加 椰加 轉眼間 已經快被我喝完了 大概 大概還剩一次 裡面大約有20克左右 出醃咖啡 在衣服裡 在畫面 在煮飯 在做到一支 在煮飯 摁 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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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果醬 早餐法式吐司 然後奇異果 葡萄、番茄 果醬、蘋果醬 拿鐵 其實你們在家也可以這樣簡單做 大概要花個 十幾二十分鐘 然後吃很快 吃大概五分鐘就解決了 今天禮拜五很快又要放棄 好啦開動 3點2分 好久沒用這個 我記得以前拍我會用這個 然後就說現在要幹嘛之類 好現在我準備來修一張滑板 這是新竹一位碩千 他其實去年四月份改的吧 每次送回來都是差不多是一樣的問題 他每次送回來都是 殼破掉 我印象中他的 他的板子滑得很很徹底 這個徹底是 你沒辦法想像 哇 變壓器 給你們看 他整個殼下方 整個破耶 然後他這個地方 表示他常常上下 那那個坎 才會磨到這個地方 哇這個塑牽很 很猛 那還沒有看他正面喔 正面 正面 正面這個地方 前腳 比方前腳常常這樣抹 那本來上面有噴沙的 現在全部都光滑 好我來幫他修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表示他很認真在滑 那我這邊常態會準備備料 就是應付這種要修的狀況 好吧 開始 他這個輪子 這輪子 雖然傷成這樣子 但是 還算正常 好啦 售簽了 這好吵 好晚安 呃7點13分 我忽然想到 我要來換這個 綠布 這支綠布拖很久 因為我辦公室這裡的綠布已經沒了 那我昨天在家裡找到一片 一直沒有空去買 反正綠布乾淨與否也會影響咖啡的味道 那綠布就長這個樣子 你只要把這個線 拉起來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現在有那麼多種免綠布的啊 有那種陶瓷的啊 不鏽鋼的啊 不知道耶 我用過那些 用完之後 我覺得用綠布煮比較有FU 一來我也覺得他比較好喝 比較乾淨 再來是我覺得比較有感覺 因為紅西就是這種煮法 那你如果要用別種的濾 過濾的方式 我總覺得少一個感覺 對 其實我覺得泡咖啡 手沖也好 或者是煮紅西 或者是我們在煮這個機器 其實都是那個 我不會講 我覺得都是那種感覺而已 來 今天修了一張滑板 是那個 紅碩千 做新竹 他算是破紀錄了喔 他很喜歡滑油石 而且他滑得很好 但是他就是 很多路面他都直衝了 那也算是厲害的人才 所以因為他都直衝 撞來撞去說 他的殼比一般人特別容易破 如果沒記錯 他應該換過四次還是五次 然後後來 來了一位林先生 他也是兩年前 給我改了 EOS花彎 說了兩年前 今天是 那個 有一位演員叫陳宇倫 就演我們與二的距離那一位 他兩年前 他哥哥跟我買了一張 EOS花彎送給他 然後他在他的粉絲上也貼 然後忽然今天 又從我的FB上面跳出來 我想到 哇兩年了 紅茶雙線 鬆餅 對 叫阿茶 我說兩年前 他改那個滑板 好快的時間 兩年 那我剛剛提到兩年 是今天 剛剛有個林先生 他也是兩年前給我改滑板 然後第一年滑比較多 第二年比較沒有滑 他的遙控器壞掉 這就跟我昨天 我昨天影片有講那個 離電池的保養 因為很多人使用電器 尤其是這種手機啊 或者什麼耳機都好 我們是不是常常在 換了新手機 換了新耳機 之後 你就把舊的 放回盒子裡面放好對不對 好 你如果放回盒子裡面放好之後 大概 三個月到半年 他就壞了 因為 他的電池都沒有充電 造成他放電過度 就掛了 你原本是想要 退下來收藏 等你需要用再拿出來用 可是他不是照你的想法 再進行 他是 你只要不用他 他沒多久他就壞掉 那後來他來 我主要是講這李先生 他來 然後你知道 因為兩年沒碰面 他之前也是來面交的 我對他有印象 所以我們一碰面 就可以立刻聊天 然後就要聊 就是問他說 你最近在幹嘛 本來在這邊上班嗎 那後來他離開了 那他家住在新店那邊 我大概知道 那他現在可能換工作 然後我是覺得 現在的年輕人 要 真的 要生活很不容易 所謂生活很不容易 是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會有理想 有抱負 可是你的理想跟抱負 會在 有可能因為你去工作 這些理想跟抱負 就沒了 那有些人 例如說他很喜歡滑雪 他想要當滑雪教練 我認識兩個朋友 一個是Johnson 一個是George 這兩個 欸他們兩個好像 夏天交SUP SUP 還有交衝浪 那交潛水 冬天帶滑雪 這兩個都一模一樣 但我不知道他們兩個有沒有認識 那這兩個都是 原本在上班 去年 差不多 兩個都差不多是去年 轉正職教練 那現在的工作就是 每天就是 每天就是 我每天看FB 夏天就是一直帶到外海去 教人家潛水 教人家滑水 滑那個 那個立腳 那可以看得到清晨日出 清晨四五點就在海邊 對啊 這沒有真愛跟理想 做不來 你說好不好賺 我覺得不好賺 因為你要去想他花了時間 花了精神 不比我們 少欸 所以要 又要有理想 又要能夠賺錢 不餓肚子 我覺得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像我今天就問他說 那你現在做什麼 他說 他會 開開Uber 然後 兼做教練 對 就是 反正就是教練不夠 會開Uber來補 我心裡覺得 這麼認真的年輕人 應該要有更多的機會 應該要有更多的機會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社會的環境 很不容易 因為很多的機會都被 老一輩的都贊助 他們擁有很大的資源 然後 很多東西都已經都在他手上了 縱然他不做一些事情 他過生活也是沒有問題 所以他們做了很多的決定決策 跟想法 不是站在現在年輕人的角度去考慮 他考慮的是我怎麼保全我的資產 當然這些資產終究還是會落到年輕人手上 可是 是少數年輕人手上 總之我有一些社會 我不會形容我的感覺 我是覺得 很多人很優秀 沒機會 很多人是命很好 命很好 然後或者是他當初有一些機會 所以他現在躺著幹 光看你看台北市或者是大都市的 空屋 空房子 空屋率不低耶 可是你看房價有降嗎 沒有啊 因為有錢人 沒差啊 他就是擺著 他房子不會讓他 讓價格下去啊 所以年輕人當然買不起房 不過話要說回來啦 真的買不起的東西不要勉強 買不起的東西不要勉強 例如說 我也常常有遇到有朋友在問我說 空拍機多少錢啊 GoPro多少錢啊 滑板多少錢啊 然後就說想要存錢再來賣 我覺得有一個目標很好 但是如果你的生活是已經有點困難了 就不要去買那些 那種不是必要的東西 像今天蠻多人問我 DJI Mavic Mini 例如說問說看不看風啊 可以飛多遠啊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入門的空拍機 你這麼想就好了 入門空拍機就是你盡量能夠在視線範圍內飛 那如果真的要飛遠 你至少要 勘察地形 你不要去不熟的地方亂飛 不熟的地方不要亂飛 那我是過來了 摔過一台 我那台也是大翼 我那時候去 去新月橋 新月橋其實我飛好幾次 但是我沒有注意到旁邊有電線 那是我疏忽 啊就炸掉了 那炸雞的影片 有興趣可以去看 但是我覺得 不要 不要把空拍機想得太完美 但是現在這台Mavic Mini 我覺得他蠻適合是你隨身帶 例如到露營場地 團體要拍個合照 你就可以飛上去拍 這很好 或者說你營地紮好了 你想要拍一下營地的風景 因為你可能會拍Vlog 那可能有一點 穿插一點空拍的畫面 那會很棒 那你不要飛太遠 不要飛太遠 我覺得那就很適合用 但你千萬不要想說 我要飛多遠多遠 塗船要多遠 你不用想太多 Wi-Fi塗船 他講4公里 我看你出一試 比較保險 那在市區大概我認為 是500到1000 就會干擾了 這個我飛過Mavic Air 我覺得他跟Mavic Air 塗船是一樣的 所以不用期望太高 他能夠飛 你只要不飛太遠 我覺得都還好 還有就是 因為他沒有錢幣帳 他沒有錢幣帳的話 你更不要飛太遠 尤其在都會去 萬一你斷線返航的時候 他沒有錢幣帳 返航路線 如果他是直線回來 他是有可能撞到房子 這一點要注意 要注意 否則我覺得他應該蠻輕巧 我是蠻想買一台來試試看 或者到時候跟代理商借來玩玩看 對啊 最近我來問他應該有樣級 如果有機會借到 我再跟你們分享 哦 好吧 差不多 今天就這樣 接下來明天六日 我還是會來 昨天很晚睡 因為昨天寫了一篇 上禮拜去那個 COVE Taipei 算是體驗心得 寫寫覺得好有趣 越寫越 越 越著迷 寫到快兩點 對啊 好 差不多 那禮拜六 祝大家 週末愉快 你 快 快 在 塞